既然出来炸带羊 至少换个马萨拉蒂或冰礼 摸着微微下垂的良心 说句实在话 老一辈温州人饭可以不吃 带羊复杂复杂 大金链子小手表 中华茅台不能少 一些些个日 绝不能在外面掏掌吃 有些老规矩从小我们就被教育 比如 吃饭一定要四餐一趟 绝不能杀这家 老郎嘎比这 老九四杯退 羊羊当此用的有爱何吃 出门一定不能拉他 头发一定要模式母趁也咋 皮鞋一定要插起来秧国侠下 说实话 八十九十年代 仍靠一伤马靠恩 华丽的外表 加上拼死一波的勤劳 真的让温州人 撞到了第一桶金 像先富起来的老一辈自尽 而现在的年轻一辈的 温州富一代富二代 越来越低调 我认识了一个 年收入五百个W的 温州新一代电商 出门期小牛 衣服穿扎了 鞋子九十九块钱的多走路 他说 衣服穿着够舒适 鞋子踏着像柴史 自己舒服就好 别人怎么看 不重要 Anyway我还是秀爷 不同的时事 造就不同的英雄 每一代温州人 都有不同的时代特色 不管温州现在 是否风光不在 散落在世界各地的温州人 一直是我心中 永远的神 十几年前 我一个上海的朋友和我说 他一眼就能在上海 认出温州人 上升低级花城商 给他称调子 三更洪 小路 三更洪 四更洪 四更洪 六更洪